《赌王河洪》 赌王河洪新于5月26日离世 享年98岁 桑礼一年三日举行 7月8日供亲属自祭 凌堂外以绿草墙及白玫瑰装饰 凌堂内布置成红白花海 赌王遗照即以红玫瑰包围 三位太太的心灵花圈 并列放至凌堂中央 后面则摆放一种此类的花圈 而前行政长官梁振英 董建华等亦有致送花牌 以防女儿何超红、何超夏中午时分到场打点 掌防女儿何超红、何超延及夫妻Peter 掌防孙女何嘉华、何嘉文及爱孙女萧文曾 以防儿子何又龙及太太罗秀恩 女儿何超瓶、何超怡及夫妻陳子聪亦陆续于下午到达 超怡向在场记者鞠躬道謝 不过就抱歉未能透露桑礼仪式 问到有什么想和爸爸说 他就说想爸爸在场可以参与 到场的家属还有三太陈婉珍和女儿何超年 超年男友斗梟、掌女何超云、 儿子何游启和太太齐娇 抱两个女儿何许玲、何许任 四房儿子何又亨 何又君和太太梦遥抱儿子何广深 四太梁安琪和女儿何超欣、何超盈和夫妻新奇隆 还有女儿、新千蜜、侄女黎子山等 前来悼念还有杨秀成和儿子杨正龙、 艺人王夏慧等 夏慧依表示前半女胡百全 与赌王分属好友 所以她和何太都相熟 第二天太太 很熟悉的朋友 第一天太太都熟悉的 所以现在很不开心 整个赌王都算太多 很大年纪都算是小仓 那是她这个人很好 又大方又得体 还有真是很有航文、很有才能感 很可惜 虽然是年纪特地 也很可惜 还亲属于晚上約7时半陆续离开 其中超年和豆稀还有游启步出灵堂后 因为接载的车辆还未到 一度接返灵堂 到晚上8时多 四太和子女都步出灵堂 上车离开